树依诸博从子于卧 那上一讲我们就讲到 杨之水这首诗歌中 所描写的这位树依诸博的人物 他的身份并不简单 那他究竟是谁呢 我们在这里暂且先不管这个人 他到底是谁 我们接着来看诗歌分别两章的后一句 从子于卧从子于胡 卧是地名 是指晋国的取卧这个地方 胡这个字经过后人的考证 他指的也是取卧这个地方 所以这一句诗人就在讲 自己跟随他人一同出发 去到取卧 那字面的意思是如此简单 看似是毫无生意 但是他的背后的意涵 却是非同一般的 为什么诗人在这里要提及取卧这个地方呢 这背后其实就要讲到一个影响整个晋国发展历史轨迹的重要事件了 这个事件和取卧这个地方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 如果我们读者不了解这个历史背景 我们就很难理解唐锋里的杨之水这首诗歌 那这个故事就要从一个给孩子取名的故事讲起了 话说当时晋国的第九任国君晋木侯 他就娶了齐国的女子为妻 那不久呢 妻子就怀孕了 这个时候郑坟周天子命晋国组织军队和王室军队一起去征伐戎敌 那这一仗其实打得非常不顺利 王室军队开战没多久就落荒而逃了 那只剩下晋国的军队还在那里 那当然晋国军队也是军心涣散 结果就战败了 那晋木侯他的内心就非常不快 所以他的大儿子刚刚出生 晋木侯就给他取名叫仇 用以表达他心中的怨恨之情 那三年以后 晋国又和周边的少数民族北戎 在千姆这个地方开战 那这次战役大获全胜 晋木侯心情愉悦 那恰巧这个时候 他的妻子又生了一个儿子 晋木侯就给他这个小儿子取名为成师 也就是出师成功 马道成功的意思 那对于晋木侯为两个儿子所取的名字 当时晋国的大父师父 他就提出了内心的担忧 他认为每个文字 都是由他千古以来所传承的内涵的 晋木侯给大太子取名叫仇 仇就是罪孽仇恨的意思 那这个字是非常不祥的 但是却给他的小儿子取名叫成师 是指军事胜利的意思 那这其中就隐含了晋国以后动乱的征兆 预示着将来晋国的太子仇 要和他的弟弟成师之间会有仇恨 最终成师将出师成功 马道成功击败他的兄长 结果晋国的后来的发展 真的就被大夫师父不幸言中了 晋木侯死后太子仇就继位了 也就是晋文侯 晋文侯去世之后 他的儿子晋昭侯继位 昭侯就把他的叔叔陈师 封到取卧这个地方 晋国的动乱分裂 也就从此埋下了祸根 陈师到了取卧之后 在取卧建造的陈师 这个规模比晋国的国都还要大 这完全是不符合当时周理规范的 由此可见陈师他是有政治野心的 此外陈师还招兵买马 壮大势力 最终造成了晋国的分裂 这一分裂并非是一时的分裂 而是从晋昭侯开始算起 太子仇这一支的子孙后代 和取卧陈师那一支的子孙后代 长期的战乱 分裂状态一直持续了将近70年之久 战乱不休 民不聊生 一直到后来晋武功的时期 才最终统一晋国 而我们要知道晋武功 他正是取卧陈师的孙子 所以最初取名的预言 真的是得以应验了 弟弟陈师这一支的子孙 最终取代了哥哥仇的后代 成为了晋国的国君 不得不说 这正是历史最有趣的地方 看着像是巧合 但又似乎是命中注定 耐人寻味不已 所以故事讲到这里 我们知道取卧这个地方 对于当时的晋国来说 它就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地名了 而包含了深刻的政治历史背景 它是分裂时期 晋国两股对立势力中 陈师这一个势力的大本营 所以这首诗歌提到取卧 也就不能仅仅从字面上去简单的理解 就认为那只是一个地方而已 那诗人为什么要去取卧呢 他是和谁一同去取卧呢 数一诸博的装扮背后 又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 其实都与另一场可怕的政治阴谋有关 而关于这场政治阴谋 我们就留到下一讲 和大家一起分享 双击点赞 关注听灵七 你也可以通过阅读灵七品读诗经的相关书籍 了解这首诗歌的完整解读 我是灵七 让我们一起品读诗经之美 回归人生初心